你看我們把這個原始檔打開之後 聲音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其實都在裡面了 有沒有 不是這個 應該有一個比較長的 在這裡 鬥魚這個 那麼現在你看一下我裡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影片片段 這個 其實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在場景上這個 我把它編輯一下 進來了 有發現我裡面有兩個影格了嗎 這邊 有沒有 是像我剛剛白板講的 兩個影格 這個是按 那所以我就按一下它就播 那播放聲音之後 它又跑來這一格 是不是就變成停 當你按停 我就回到第一個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待會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這邊去做 那麼這個我都幫你 安排好了 場景我都幫你安排好了 所以你要做的動作都很簡單 可以啦 大概了解一下 那一開始如果你這樣直接就測試 你會發現那個不斷在跑 下面這個不斷在跑 有沒有 因為它是影片片段 所以有沒有停 沒有停 沒有停 那你了解 所以一開始要叫它先停止 要叫它先停止 好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 點進來 現在是在原件裡面了 第一個影格 先叫它停止不要動 嘿 叫它停止不要動 這個大家現在都是最會的 停 這樣而已 來畫面還給你 這個 你有發現這一條 它永遠都是這樣 嘿 都這樣 然後點進去 你想說 它是影片要點進去 哇 也是一條 有沒有 可是這樣為什麼會動 你很奇怪吧 因為這個沒有動畫 那為什麼 因為它 它現在是把它做成一個影片片段 所以說上面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語法 在這裡 欸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一個 我們剛剛沒有用過Enter frame Enter frame是不斷的偵測 那麼它這裡就有做一個語法 其實也蠻好玩的 就是說 Y 是Y軸 你看我在動 是不是有動Y 上 走向這邊左右的沒有在動 沒有在 那Scale是什麼 Scale英文叫什麼 叫做Scale 中文叫做縮放 對吧 我突然想到什麼 好 那有沒有看到一個叫Random Random Random就隨機嘛 也就是說它在縮放 縮放什麼 從100 從0 到 從應該說 因為後面有加1 就從 0到99 100 那 最加1就是100 到101 這樣子 1到101 不過這個Random的語法 因為到了 新版本之後 它是建議你不要用了 所以這個我是沒有改 這個我沒有改 但是 你發布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發布設定 你有沒有發現 雖然是FH8對不對 但是它的 Action Square版本 用比較舊的 因為如果你用新的 剛剛那個語法就不行 Random 因為我們Action Square也有版本 現在最新的就是到 3.0 到3.0 所以說 這個程式等於說 Flash是一個製作的環境 可是它裡面的 這個程式語法 還有不同的版本 還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 你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 它是進來就不斷做 所以你會看到它不斷跳 因為它每次就隨機一個 隨機一個 那每次一直跳 一直跳 那因為每個都是在這樣做 有沒有 對對對 假設我這邊 加了20個 那麼每一個上面都有那個語法 所以它每個是不是都獨立做自己的 它不是全部一起做喔 這次我稍微跟你解釋一下 然後 雖然我們沒有做 但是至少有這樣的東西 那你現在呢 就只要先把這個 點進去 對不對 在扁件裡面的 先把它停止就好 等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其他的 現在 我還是在原件裡面喔 對不對 還在 我們剛剛只是跟 跟他講的 欸你先停一下 那麼這裡我準備好按鈕的 就是這個 這一個 好這個按鈕 其實這個按鈕 事實上 你看一下這裡 我們是在耳機這邊是有兩個 關鍵格 因為我這一個按鈕 第一格的按鈕 我要設動作 跟第二格的按鈕 有沒有一樣 沒有 對不對 所以雖然我是同一個按鈕 可是因為我在不同音格 又有關鍵音格的話 我就可以真正每一個關鍵音格 設不一樣的 就是每 只要有關鍵音格 那麼 那裡面的東西 你就可以設不一樣的動作 好 裡面物件也是一樣 其實物件都是同一個 因為怎麼樣 不同時間嘛 講的話也不一樣 台詞也不一樣 動作也不一樣 你了解喔 雖然是同一個人 好 所以我現在點到第一個影格的 第一個影格 點到他 這裡 我們來這個動作這邊 確認一下 現在是在按鈕上 欸 欸 我已經寫好了 那就當作沒看到啊 拿掉就好啦 哈哈哈哈 這拿掉可以吧 你要做一件事 你做什麼 我是不是按了之後 我要跑到第幾個影格 是要跑到後面那個 第二格 停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是 go to and stop 欸 可是我是go to and stop 在哪裡 我是在原件裡面的第二格喔 這個是代表什麼 原件裡面喔 了解意思嗎 每個原件都有獨立時間走嘛 所以我沒有特別指定 我要組場景的 你了解齁 所以你這樣一做 那他就待會按下去就停在這一個 那麼如果你要播放聲音 這裡是不是有一定要play sound 欸 這裡沒有play sound 如果你用標準的這種方法 沒有 等一下我們再做齁 那所以 你先到第二個 第一個已經做完了 現在點到第二個 按鈕 點到第二個按鈕囉 第二個影格的按鈕 這個要去哪裡 是不是要去第一個 可以啦齁 所以你待會兒先把這個 先弄好一下齁 OK 來畫面先還給你 那你想看看齁 當我按下這個 是要跑到第二個影格 對不對 那麼 播放聲音要怎麼播 你記得我們 我們交到現在為止 然後播放聲音的方式是怎麼做 就是放在哪裡 影格 加在影格上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前提 要加在關鍵影格上才行嘛 所以如果我按了之後 我跑到這一格 聲音是不是在這裡 這裡有沒有關鍵影格 沒有 所以先插這個關鍵影格 這個時候你可以從下面選 或從這邊丟進來 你如果從右邊丟進來 記得是丟在場景上 不是丟在影格上 嘿嘿嘿 不然你就奇怪怎麼 不理你齁 好點到它 我從下面選好了 反正都一樣嘛 它只會列出聲音的部分 這樣 當你按了 它就跑到這裡來了 好 那麼 今天如果你按下這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叫它回到第一個 這樣聲音會不會停 不會 因為你記得我們 停住聲音要做什麼動作 不是STOP喔 是不是按下這個 對對對 那你了解齁 就是 送 聲音 但是不要丟這樣子喔 要丟在什麼 是不是大括號裡面 這樣了解 整理一下 這樣就比較好看 就是它去這一格 而且把所有聲音都停掉 對吧 因為我按下STOP嘛 所以我們現在測試看看喔 加入聲音是 因為聲音我只要在影格上 所以 只要到這一格就會播 那麼 停的時候我就回到這邊 而且怎樣把聲音停掉這樣子 我們來測試看看喔 一開始沒有的 那如果我按下ON 聲音就出來了 當我按下停它會回到第一格 而且聲音就會停掉 這樣了解意思喔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做法 也是比較常用的 再來做